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视频的那个位置 我们把它清空调 然后重新加载一下这个页面 刚刚也是有同学在问这个数据通过GX生成的 对不对 那通过GX生成是什么样的现象呢 就是当天U2G对于响里面没有我们想到数据 对不对 那如果判断当天U2G对于响里面有没有我们想到数据 怎么判断呀 查找一下对不对 搜一下就可以了对吧 那咋搜呀 按一下Ctrl F对不对 之前上课的时候呢 还有其他班的同学问我 这个地方怎么搜索 不会搜对吧 就按一下Ctrl F就可以搜了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搜一下这个 118 188 发现是不是没有啊 我搜的是个数字 11188 那我们在preview里面也搜一下 188 是不是也是没有啊 那这没有 那数据在哪呢 那肯定在其他U2G对于响里面对不对 那这时候肯定大家会想到为什么这没有呢 因为他数据是通过GS宣传上去的对不对 那他通过GS宣传上去的那对应的数据呢 肯定是重新发送的一支请求对吧 那请求在哪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找一下 那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搜去all file搜一下对不对 那比如搜什么呢 就搜它188 大家可以发现 这里好几个地方都有188 对不对 比如这个css里面有 gs里面有 这个gs里面有 我们是不用管的 大家看最开始这一个 是不是有个什么call bug 等于jQuery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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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它里面好像有些东西 这个U2G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 这样的样子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U2G能不能复制 能复制 那我们就说一遍 它是在 newlist里面对不对 来看一下 newlist里面是不是就一个U2G就是它 对不对 然后里面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里面是不是有pages 还有achieves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里面是不是就有20条数据啊 咱们看一下第一条数据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这个呀 然后看到它的这个title 是不是就是这个呀 那么看一下第二个 是不是就是它呀 什么U2G就在这 对不对 U2G就在这 那U2G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看到这么老长一串 对不对 我们粘贴一下 正常情况下我们在pages里面 访问这个U2G肯定能够拿到这样的 一段json数据 那当然它目前来说它不是json 因为就前面有一个jQuery 对于什么什么东西对吧 我们知道这是由于call bug造成的 对不对 我们只用把call bug给删了就好了 那比如说把这个删了 就好了呀 就这个样子 有点json 对不对 非常规范的完美的json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面一些参数 比如说这里有个什么ps等于20 有个jsonp等于jsonp等于 还有杠等于什么什么东西 好像没有什么用删了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效果之前没有什么变化 说明现在就这样几个参数了 对不对 一个什么orid等于22 orid等于22 这是什么呢 可以猜对不对 这还有一个type等于0 这个类型 是吧 这个类型是什么呢 你也可以猜 这还有一个pn等于1 还有一个ps等于20 这是什么呢 这大家应该都知道 对不对 那比如说当前这是第一页 那我们再翻译看一看 对吧 我们勾取一下proceivelog 防止页面刷新之后 出去不再了 再点一下 是不是多了东西出来啊 那就是我们对比一下 这个有料机 有上面那个有料机 有什么不一样 看这个cobac不用管 对不对 orid还是22 type还是0 pn变成2 ps变成20 对吧 就是大家可以猜到 这个pn肯定就是number 意思是什么呢 当它变成2的时候 就是第二页 对不对 那变成3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第三页的 对吧 估计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什么太难的东西 那这是这个分类 那比如说我再换一个 我换这个分类 对吧 好 现在又多了一个new list 对吧 这肯定是另外一个分类的 这样一个 url地址对应的响应 以及它对应的视频的地址信息 对吧 我们看一下刚好也是20条 我们看一下这个cadres 它url地址和之前的cadres url地址有什么不一样 可怕可不用管 orid这个时候变了 对不对 变成26 所以大家可以猜到 orid是什么呀 就是分类的一个id 对不对 这下面有很多大分类 小分类 这些小分类估计都有自己的id 对吧 然后type对于0 type对于0是什么呢 大家猜type对于0是什么呀 type对于0是什么呀 type对于0是什么呀 类型 这地方哪有类型啊 排序方式对不对 我们之前的将过项目里面 大家应该做这种方式对吧 按照什么方式进行排序 是不是可以添加个参数来决定啊 所以说我猜这个地方type对于0是它的排序方式 比如我再点一下它 这个地方呢它居然没有重新发动请求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点一下下页看一下 真的没有重新发动请求 那这个地方按热的均匀排序的话呢 我们就找一下内容在哪个地方 当然我们可以和之前一样干什么呢 可以和之前一样在这个地方呢 search of file来搜一下它对不对 但是我们刚刚是东西很多 我们可以重新往后找 重新往前找 重新往前 你可以发现这全部都是URL地址 全部都是图片 都不用管 这个也是图片 这里一个东西 这里一个response 我们看一下它是什么 底下preview cost of time 还有result 有这样一堆内容 这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它好像也是20条对不对 那这20条内容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它呀 是不是就是它呀 说明数据就在这个地方 但这个内容呢 和之前内容好像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是不是不一样的呀 URL地址就不一样 这是search 对吧 那search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段 cobac的gqr也是不用管的 还有mainVR等于v3 这个应该是个 是个服务器的一个地址 或者说是一个重要参数 根据它估计有一个v1v2v3 代表什么呢 代表它不同的搜索的算法 然后不同的算法呢 使用不同的参数呢 就决定定用哪个算法 估计是这个样子 然后search type video 然后呢veo type hort rank 这个是排序的一种方式对不对 order等于clique 然后copyright等于-1 cut id等于26 这也是当前分定的这个内容 然后pnsize20 cdp等于cdp 后面这一段呢 timefrom 还有time2 从哪段时间到哪段时间的 这是什么呀 是不是这个地方的内容呀 从哪段时间到哪段时间的 这样一个 按照播放次数来进行排序的 对不对 这个地方呢 播放次数体验在哪个地方呢 播放次数 order 有可能是order 对不对 对于clique或者说是veo type 这两个中间的某一个次段 是一个播放次数 所以说我们可以再点一个 比如我们按收藏数呢 进行排序 再点一下它 是不是多了一个重要记者在这啊 这个地方veo type 还是hort rank 但是order变了 看见没 order变成了stow 对吧 那说明stow 对应的是这个地方的 这样一个方式 然后后面地址呢 在这个地方对吧 timefrom跟time2 那jsonp 对jsonp 还有最后这个呢 我们知道它是没用的 可以直接删掉对吧 然后jQuery可以直接删掉 那么刚刚呢我们说 这个地方有一个type 对于1对吧 我们不清楚是什么 我们可以写个0看一下 写个1看一下 好像呢 和刚刚是一样的嘛 第一个是神1rub 对吧 我们换成0看看 我卡 我卡 放成0 刚刚最开始就是0对吧 是有些变化的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呢 我发现那个地方是排序 但是这个排序它就是怎么排的话呢 不是很清楚 就还是以为它是在这个地方对吧 但是发现的发现可能有可能不是 有可能也是 但是我们不太清楚 所以这个type呢 虽然是0的话呢 我们就不用管它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呢 这是个分类的ID 这是一页码数 然后它一共一页20个对吧 然后反过来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呢 从分类到这个地方 肯定是非常好找的对吧 所以大家接下来呢 就把这个事情来做一下 做一个练习 做完之后呢 我们刚刚说抓这样一个分类 对不对 这个分类 然后对应的 大家也可以多抓一些分类 我估计这每个分类 肯定都是一个ID的对吧 那你只用把ID放到这个地方 就完事了对不对 那当然你是得找到哪个ID 对吧 然后找到之后呢 你可以发现 当前比如说你拿了这个字典 这代表的是一个视频的信息 对吧 那这个视频里面呢 你是并不知道它当前属于哪个ID的对吧 所以最好的方式呢 你要把这个视频属于哪个ID的给加进去 就像什么呢 我们之前写豆瓣的那个练习的时候 我们说每条帖子它来自哪个国家 我们是不是不知道呀 那我们要把国家信息加进去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到时候你拿到了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分类的这样一个信息 是不是 这信息拿到之后 你怎么判断它到底是哪个分类的 对不对 怎么判断呀 TID对吧 这里好像这个TID呢 就是当前这个分类的信息 但是TID对应的到底是哪几个字 你是不是得给它找到呀 可以告诉别人 这个视频大约是22 别人也不知道它到底到底是啥 对吧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 得对应到一个中文上面去 这样我们用起来的时候 更方便一点 这个事情呢 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那看一下刚刚这个同学 给我发过来的代表 现在这个名字呢 命的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们命名的 那一般是驼峰的那种方式去命名 对吧 驼峰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忽大忽小的那种 对吧 要么全大 要么全小 要么最开始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 要么前面大写 后面就是小写 我们看一下这个转方法 首先第一步 获取IgTML页面 页面拿了一个URL记者 这个URL记者呢 是在init的时候呢 传过来的URL记者 就是我们给它传一个 任何URL记者 它都可以把它抓下来 对吧 然后呢 getHTML在哪呢 在这个地方 就发送一个请求 返回content decode 然后呢 得到HML45串 所以正则 获取了一下里面的 这样一个 CID的值 对不对 CID拿到之后呢 如果它长度大量 如果就是有CID 获取到了 那么它就会去找对应的 对应的就是 CID AID 如果它没有获取到 对吧 那么就单独的获取 一个CID 然后呢 使用了getHTML 来获取了这样一个 获取了这样一个 数据 那这个数据 它通过这个方法做的 这个它获取到了很多CID 对吧 bending它 bending它就是发动请求 方式呢 也是一样的 getHTML之后呢 调用了decode的方法 getHTML之后呢 为什么要decode呢 in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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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里要incode 记得吧 我们使用rxml模块处理的时候 它是不是说 不支持带有编码声明的 unicode的字符串啊 所以这个时候它建议我们 传入bys那些 所以我们incode的时候就成了bys 然后再使用etree处理 然后呢 具体里面的内容 然后呢保存在 这样这个方法 其实哪个保存对不对 现在保存 保存的时候呢 调用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就保存到了本地 是吧 把它本地里面去了 然后换了刚 写了刚刚换行 那在这个程序里面 大家可以发现 其实 比如说这个循环 比如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应该是一个单独数据汲取的方法 对吧 单独数据汲取的方法 可能更好一些 但是它这里定义这个getHTML呢 也可以 对吧 只不过从我们逻辑上来看的话呢 我们前面是 去发送一个请求 时候呢干什么呢 时候呢找到它的cid 对不对 找到cid之后呢 我们可以阻挡这个URG 阻挡这个URG之后呢 去 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之后呢 去提取 对于门数据 提取完了之后呢 对于保存 所以这个思路呢 也是有点乱 对吧 思路当然是程序是写出来 但是感觉有点乱 所以这一块内容呢 其实它是 应该去放到这个下面的 放到这个下面 这URG方法里面 实现我们主要逻辑 对吧 但是它可能觉得太长了 所以请你几个方式 放到这里来 当然也是可以的 对吧 很多时候呢 我们刚开始写的时候 可能我们思路并不是特别顺 或者我们可能用 面向对样的方式去写 也写的不是特别的熟练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算不用面向对样 也不定义函数 我们从前往后写 把蛋白写出来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最开始是得能写出来 对吧 所以大家也是一样的 得多写一写 那么这个程序呢 非常简单 就像那个我们之前写的 求是百根的程序一样 一样简单 对吧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呢 就是大家把 这随便找个分类 把这个分类下面的 所有蛋白判来 那这个地方就是涉及到 翻页了对吧 翻页的时候你得判断 它是否有下一页 对不对 当前这个分类是12页 然后之前那个分类呢 有三百多页 有一千多页 对不对 所以它们页面是不一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不应该去 构造一个ur面表 那么当然如果我们想构造 也是可以的 我们只要找到它 一问多少页就好了 只不过这个过程 可能很麻烦 对吧 我们要找下一页之前的 下一页之前的那个 按钮对应的数字 对吧 当然我们能找到的话 可以这样找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是一样可以去 找规律 找什么规律呢 刚刚我们在这里 你是不是看到它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配接啊 配接一个count 对不对 还有一个number 加上size 什么意思呢 大家这个时候也可以猜 count 是不是当前这个分类下面 一共有的视频数量呢 有可能 对吧 然后呢 什么时候有下一页呢 什么时候我们应该 继续构造下URG值呢 number乘以size 要比这个小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 构造下URG值呀 当它乘以它 比它大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就不应该 构造了呀 是不是可以这样做了 能理解吗 这个地方 这个像我们之前的什么呢 哈斯莫那些字段 其实是一样的 对不对 根据它这个地方 就能判断出来 这是大家的一个作业哈 大家可以下来自己来写一下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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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